回到新闻现场我们要带您来到全台最大的苹果产区 福寿山农场这里20公顷的苹果园 总共栽种了一万两千五百八十棵的苹果树 最近苹果花开花了信了不少游客前来 目前苹果花进入了盛开期 渴望持续到四月底 想赏花的人要把握时间 红色花苞白色花瓣盛开了花朵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百里透红高贵优雅 但这不是樱花也不是美花而是苹果花 这也是台中福寿山农场拥有全台最大苹果产区 20公顷的苹果园一共栽种一万两千五百八十棵苹果树 四月进入盛开期 每棵苹果树开满粉丝花朵 走在步道上还可以闻到淡淡花香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拍照 而农场内还有一颗苹果王 加接了四十种苹果品种 最大一颗重达一公斤 最小只有拇指大 可是农场内的正念之暴 但受到暖冬影响加上干旱 附近离山地区离树不开花光秃秃一片 相较之下福寿山影响较小 但花朵盛开不代表大丰收 厂长表示还得等到六月关键期才能确定 但肯定的是苹果花盛开期直到四月底 民众可以把握时间上上闪花 接下来我们上杨敬 台中 草木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敬